旅館這件事情 然後寶山就說 如果這種就是這個說法 就是說你是不是覺得是剽竊的行為 那這個說法 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就是我講 這都從集中檢疫所 這樣的概念來做延伸的 陳時中他還是堅持 是這個集中檢疫所的延伸 你怎麼看 那如果就是說你要提到的話 你就打算什麼時候要去提告 那另外剛剛最新的消息是 現在也有人說 其實這個防疫旅館 是林佳龍他在交通部長的時候的想法 然後那個時候他是叫防疫犯電 你怎麼看現在這樣 又有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這什麼時候都不用不重要 重要是誰做出來嘛 做出來比較重要吧 內容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你講票簽這兩個字 請你收回去 如果他不收回去的話 我隨時都可以提告 相信全台第一家防疫旅館的前總 經理跳出來幫黃珊珊背書 比如說當時是北市府跟你們 討論成立防疫旅館 那怎麼看黃珊珊跟陳時中 持續為了防疫先後交通 其實我昨天也說過 防疫工作不應該成為 政治人物搶功的工具 其實能夠有今天防疫的成果 也都是全民 大家其實做好因應 遵守相關的防疫規定 全民共同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果 和健康商標 bloつ 裏地 有 Impossible 控制 放化 petto 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